百貨商場裡的飲料店前 一名黃英男不斷大選 咆哮並且指責店員 原來他和他的妻子28號到百貨商場 要看下午三點零五分的電影 但網友說這對夫妻快要三點 才跑來買飲料 而是逢假日 百貨商場人潮眾多 等到三點零七分輪到這對夫妻點餐時 已是被店員告知要等個三十分鐘左右 讓這名黃英男理智線斷掉 當場暴走 好可以看到飲料店店員 已是眼眶泛紅 差點要哭出來了 而一旁等待的客人 也紛紛站出來 幫飲料店店員說話 而畫面曝光 網友也幾乎一面倒 表示看到一堆人在排隊 自己就應該要衡量一下時間 這起衝突事件 警方表示並未接貨報案 不過提醒看電影 還是不要壓線買飲料零食 否則假日人一多 不僅吃的沒買到 電影沒趕上心情大受影響